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那这节课开始呢 咱们学习一下 动态网站开发所需要的 外部构件 不是构件 是构件 也就是开发一个网站 得需要哪些原子成章 对吧 我们来看一下 动态网站开发呢 不同于其他一种开发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 如果妹子 咱们想开发这个office 对吧 我只要会一种原就足够了 什么一元呢 比如说西加加 加瓦 加瓦中的IC 就可以开发这种office了 对不对 只要会一门原就行了 但是我做一个网站 我就会一个东西 肯定是不行的 我得需要会多种技术的一个补合 听懂吧 比如说网站是不是有客户端与服务器端呢 浏览器上和服务器上的 对吧 浏览器上先显示界面 不光是有一种原子上的 一个界面就得用三种原子上的 而tml css 对吧 那服务器端 那也得有发布服务器的软件 对吧 就是发布网站的软件 也得有存储数据库的存储数据的软件 也得有什么 在服务器的运行的一个程序 对吧 所以呢 这些都是组成外部开发的构架 而不是单一的一种语言 如果你选择外部开发 那么你要接触的技术有很多 当然了 这些语言 prp 假设能学prp的系列的话 prp是一个大的 一个语言 其他都是一些小的来一个复数 有的你只需要一天就学完了 对不对 有的需要一个礼拜就学完了 对不对 有的需要怎么的 一个月学完 对吧 但是prp呢 有可能你要学几个月才能学完 对吧 但是其他人属于部属的一些东西 嗯 那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咱们既然知道了有哪些组成对不对 那现在的语言有很多种对不对 比如说 咱们熟悉的 有西语言 有加湾语言 对吧 加湾还有分三个版本 加湾SE 加湾E 加湾 加湾ME 对吧 然后还有什么 像手机的安卓 安卓是个操作系统 上面应用加湾开发 对吧 还有开发 那苹果的 对吧 Optact C 这都是语言对不对 那prp也是语言 Python也是语言对不对 对吧 然后互联网应用 像rtmci 架缩 是不是好多 对吧 符合做网站的都有哪些语言呢 这语言有很多了 后边咱们都会显然介绍 那咱先看一个短片 好吧 看一个招工的情况 那当然这里边也有一个很帅的帅哥 请大家看一下 我们开始 要做完蛋呢吗 好 少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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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利尼克斯 家王 阿杰克斯 还是天门 那边等着我 好 行 好 你家王太大了 不行 少爺 我一边的 那边的 那边的 那个 那边的 那边的 那皮不安全 滚一边的 一块钱八十 我剑 我剑 行 你剑就用你吧 一边去 不要剑 不要剑 我还得用我 插门不用 现在都用接神了 接神的过去吧 插门滚一边的 行了 今天到此为止 够了 过啥挤了 够了 够了 回去吧 好 在短片里边 我们看到了 对不对 一个招勾情况 那么那么多语言 还有那么多网络技术 对不对 那么做网站 咱们是不是就选出来了 当然这些 还得去细分 对吧 比如说 IP可以做网站 GLP可以做网站 PP也可以做网站 对不对 选哪个比较合适呢 后边课程咱们会前面介绍 这节课咱们就说一下 做网站都需要哪些部分的语言 对吧 当然语言有很多 我们来看一下 哎呀 怎么多 这都是咱们做一个网站 必须用到的 比如说第一个咱们用到的 什么东西 做网 浏览器 那我就说浏览器 我装了个安一浏览器 那8也好 9也好 或者我装个火灰浏览器 对不对 或者什么Optra 什么的 对不对 或者是苹果 什么之类的浏览器 对吧 包括手机的游戏浏览器 那浏览器 它算是开发技术吗 对 它不算开发的技术 但是它是一个工具 对 干嘛的工具呢 你写的一些代码 对吧 服务器发给客户端了 发的是存的脚本代码 对吧 那如果比如说像风格 懂技术 我看代码和看网页是一样的 稍稍吹个小牛啊 但是的确是这样的 那如果一些不懂技术的人 对不对 看到服务器发过来的 你请求那些代码 对不对 是不是一头雾水啊 对吧 所以呢 浏览器 怎么的 它能帮我们到服务器上 去找网页的脚本 然后它把这脚本解析成漂亮的界面 它是干这个活的 所以BS结构 B指的是不是就是浏览器 一个大件 对不对 所以它不能少用 那就说 这个学多好学 浏览器打开输入地址 不是闪上网页吗 对不对 咱们学浏览器 要学浏览器的特性 为什么呢 要解决兼容器 那你说不懂外国标准了吗 最近大国三西了吗 怎么还有标准的问题呢 对吧 标准有 但是有的人他不执行 对吧 就比如说 咱们中国是不是够大的 对不对 世界强国 对不对 那中国地域广阔 那么 每个地方的人说话 是不是都有地方的口音呢 对吧 比如说火龙话 对不对 对吧 还有阿玛拉格哈 东北话 对吧 还有什么河南话 山西话 对不对 山东话 对吧 比如说你从东北 假如说你到广东 那有可能听不懂广东话 那广东人呢 如果假如说到北京来 怎么的 你听不懂北京话 对吧 那这样的话 是不是就有一些差异啊 同样的一句话 比如说妹子你好漂亮 用东北话 怎么说 妹子你好漂亮 这是普通话 妹子贼漂亮 对吧 那用广东话呢 我也不会说 对吧 总之呢是不一样的音调 对吧 那同一句话 不同地域的人来说 它就有不同的效果 是不是这样的 那同一段网页代码 不同的浏览器解释 有可能界面不一样 对吧 不一样怎么办 你就不一样吗 对吧 调成一样的 所以妹子真漂亮 就得用普通话说 你才能听懂 对吧 是不是这意思 所以呢 咱们要了解浏览器的特性 了解浏览器的差异在哪 对吧 才能够把我们代码 让各个浏览器解释的都是一样 就像国家为什么要统 要统一什么 实行标准化 对吧 也是这个问题 要谁都能操作 谁都能沟通 对不对 浏览器是这样的 你不要说 我只会做一种浏览器的 对吧 每种浏览器所占的比例 比如说20% 30% 没有浏览器 哪一浏览器 占市场100%的 对不对 那占市场100%的其他浏览器 完全可以不要了 对不对 那既然浏览器多 咱们就要处理这事 对吧 那比如说 这么多浏览器 咱们要不要一个一个测试 在开发的时候 在开发的时候 咱们的确要装多个浏览器 对吧 然后测试兼容性的效果 但是你可以大体将浏览器分成两波 哪两波 第一波就是IE系列 另外一波就是非IE系列 也就是把IE单独提出来 对吧 为什么这样 因为IE属于微软的 咱上天刚才说过 微软 怎么的 有钱 有钱 那是肯定疼 他爱垄断 对吧 那爱垄断的话 你想想 怎么意思 他就是什么 想要IE占领他们大的市场 所以呢 他就让一些技术 IE浏览器能解释 别的浏览器解释不了 对吧 那这样的话别人是不是只有乖乖用IE浏览器 对吧 这就是 安逸浏览器 的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它不够标准 那么它也属于标准组织的一个成员 对不对 所以经常被罚款 咱也说了 罚款我交罚款 但是我会改 但他说了新版本它是没有改变的 那安逸 所以呢 如果你按照安逸开发 那是按照不符合规范去开发 所以我建议大家 开发的时候 选择非IE 听懂吧 所以咱们在开发中 一般的人就选择火壶 也就是Modula系列的一些浏览器去开发 然后再调成安逸兼容的 而不是说按照安逸开发再调成火壶兼容的 听懂吧 这样才可以 所以这是浏览器咱们需要注意的问题 不要忽视它 对吧 当然浏览器咱们除了这些兼容性的 浏览器本身的一些开发的特性咱们也要了解 对吧 比如在开发中 浏览器里边会支持功能 怎么办 帮助开发者调试的一些东西 比如说 这浏览器对吧 你只要在浏览器里边 如果装了分 bug 你看这话我按一下F12 看到了吗 是不是这话就有一个调试网页RTM 这都帮助开发者去 应用的一些东西 这些也都是要了解的 对不对 比如说现在AE 你看一下 我们启动一下AE 你看 来 我们同样运行一下 我机器 比较慢一些 所以说AE我白用了 比如说AE 就是火锅现在用AE 对不对 开一个界面 我同样 假如针对开发者做一些 当然我们想看一些版本什么的 你这块有什么 有一些关于AE 对不对 我们就可以看到什么 我现在用的白本AE8 对不对 如果我们也想做调试模式什么的 我们直接按什么 也是NF12 你看一下 是不是除了这样的调试的块 跟火锅那根吧 什么样的 对不对 这个是AE8 自带的 对吧 所以咱们对浏览器的了解 不要局限于解决兼性 它有很多针对开发者的一些工具 也是非常有用的 好 那时间关系 我们这节课先降到这里 那下节课我们继续介绍 外国开发的构件 咱们这节课是介绍了一块 对吧 好 谢谢大家 这节课咱们就先到这里 拜拜 好吧 咱们监视好 咱们再也表示